切,Labs是左邊嘛,從左邊算過來,比如說前四個字的話,那你可以插入函數裡面找到那個Labs 好,這個Labs,然後呢,這個文字先給他嘛,然後要幾個字,有沒有,他問你說Lumber choice 其實這個前面的問題看得懂的話,後面應該就比較簡單,那你要幾個字,要四個字,所以你輸入4有沒有 他就會自動幫你切3727嘛,按個確定就好了,有沒有 那底下這個是兩個字,所以你可以填滿之後,再來改,改什麼,改後面這個,這樣有沒有,打勾就可以了 改完之後打勾,這樣會比較快一點,他可以填滿,然後去改公式,那底下這個可能比較複雜一點點 如果我希望呢,把這個地方,如果他姓氏第一個,如果是他男生的話呢,那就是吳先生 張什麼呢,小姐,OK,然後馬先生,那這個地方我要怎麼去修改 當然這個地方的稱呼,不是要叫你自己打的,而是什麼,而是你要把它變出來 所以這裡的話,可能需要多一個複雜一點的那個函數,就是做邏輯判斷 判斷什麼呢,判斷是性別是男還是女 所以第一個,你可以先插入函數 第一個函數呢,先用什麼,先用left 然後呢,抓什麼,抓他的名字裡面第一個字 不過出來的話,就是他抓到他的信 那再來串接,串接用and的符號,shib加上7有沒有,這個是and 這個符號呢,主要是串接文字的 那後面的話呢,需要什麼,需要先生或小姐 當然你後面不能直接打先生或小姐嘛 你不能說直接打什麼,打一個先生 你如果打一個先生,當然吳先生,可是下面下面的話就不對,全部都叫先生 記得,如果你串接文字的話,在isale裡面的規則一定是雙一號 一定要有雙一號,這個才是一個文字 一般我們也叫自串,自串一串的 那你打過之後吳先生就出來了 不過你向下填滿怎麼樣,他全部都是先生 不對啊,怎麼辦呢 這個時候當然你就要想一個辦法,什麼辦法呢 後面由誰來決定姓,由誰來決定先生還是小姐 由他來決定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用一個邏輯判斷 那我要怎麼在後面再加一個邏輯判斷 記得哦,如果你要再加一個邏輯判斷的話 如果第二次使用函數,請記得 不要再使用前面的插入函數 而使用前面的下拉清單 找到其他函數 其他函數呢,那因為它是一個邏輯判斷 所以你會發現,在文字下方有一個邏輯 邏輯裡面有一個衣服 有沒有,主要是利用它啦 這個衣服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為工作裡面呢 很多地方都需要用到邏輯判斷 有邏輯判斷你就不用自己判斷了 你可以交個宜事業幫你判斷 那你只要告訴它規則按確定 它會幫你把衣服加在後面 那有三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請問一下 你的邏輯是什麼 有沒有,logitess 就是你的邏輯 邏輯是如果這個儲存格裡面 假如是等於什麼呢 等於男生的話 那我就輸入一個男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 它就是先生 所以下面有個true跟false true的話就是是 false的話就是for 是或for 是的話就是先生 那for的話就是什麼 就是小解嘛 所以你就是直接把那個先生或小解 直接打在這裡 OK,那這樣的話就做出了 按確定 有沒有發現 這個公式就加了這個 有沒有 它的差異是 剛剛是先生 現在是由他來判斷 中間都逗點 打勾之後向下填滿看一下 有沒有發現 自動呢 把那個先生或小解 主要是這個 女生的 這兩個 把它改過 那當然 這個地方我想請各位試一下 這個lapse Rights做法差不多 後面可能我們還會用到LEN LEN怎麼用呢 其實基本上呢 長度啦 就是算這裡面有幾個字 插入環數裡面的話 你可以回到那個文字 然後找到L開頭的 一個儲存格 其實就一個問題 問你什麼呢 你告訴我文字在哪裡 身份字號 按個確定之後的話 它會把長度秀出來 總共的話呢 有十個字 這邊有十一個字 十一個字 所以旁邊當然 你可以再做一個邏輯判斷 這個身份字號應該幾個字呢 正確的 對啊 所以我如果希望在這邊判斷什麼 是或否正確不正確的話 當然你這邊旁邊可以再插入一個什麼 邏輯 如果什麼呢 這邊的資料等於 等於10的話 那就是yes 假設是正確的 反之就是no 那你可以yes或no好了 假設是十個字 下下填滿 yes或no就出來了 有沒有OK 那其他的部分的話 如果沒講到自己練習 right應該可以理解啦 反正就從左邊 一個從左邊一個從右邊嘛 那這個是從左邊跟右邊 還有從中間 中間的話就是mid m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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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函數 那請各位呢 如果我還沒講到你可以先試試看 那最後做完的話 試一下這個手機函數 手機的部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